第1篇 《利命之学》 所谓《利命》就是我要创造命运,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。 本篇《利命之学》就是讨论利命的学问,讲解利命的道理。 原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,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,告诉其子。 要其子不被命运束缚住,并且因竭力行善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 也必须努力断恶,勿以恶小而为之,如此,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 所谓断恶修善,灾消福来,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。 于童年丧父,老母命弃举业学医,未可以养生,可以寄人,且习一意已成名,而复苏心也。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,母亲要我放弃学业,科举,改学医。 并且说,学医可以养活生命,也可以救济别人。 并且医术学的经,可以成为明医,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。 后于在祠云寺,寓意老者,修然为貌,飘飘若先,于尽礼之。 后来我在祠云寺,碰到一位老人,一脸长须,相貌非凡。 看起来飘然若先锋道骨,我就很恭敬地向祂做礼。 欲于曰,子氏陆中人也,明年即进学,何不读书? 于告一顾,并扣老者姓氏礼居。 这位老人向我说,你是官场中人,明年就可进学,为何不读书呢?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,去学医的缘故告诉她。 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,是哪里人,家住何处? 曰,吴姓孔,云南人也,的少子黄吉树正传,树该传入。 于尹之规,告母,母曰,善代之,是其树,先兮皆宴。 老人回答我道,我姓孔,是云南人。 邵先生所精通的黄吉树,我得到她的正传。 照注定的树来讲,我应把黄吉树传给你。 因此,就领这位老人到我家,并将情形告诉母亲,母亲要我好好的待她。 并说,老先生既然精通命树的道理,就请他推算,试试看,究竟灵不灵。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,虽然极小的事情,都非常灵验。